少林弟子被仇家追杀 恰巧俗家妙龄女子所救 双双动了情 后来仇家追踪到来 妙龄女子全家被连累 死的死 伤的伤 即便如此 妙龄女子还是帮助少林弟子除掉了仇家 正所谓眼前有知己红颜 门外是红尘实障 面对少林住持的位置和少女的如此深情 少林弟子该如何抉择 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部经典武侠影片 木棉家沙 明朝末年奸臣当道 朝政混乱 景一卫篡权在手 雄霸一时无恶不作 连年的饥荒已使 中原大地恶服遍野 名不聊生 景一卫掌管大臣王城不顾百姓的死活 依然横正暴脸 少林中时常挺身而出对抗其恶行 看着百姓纷纷跑到少林寺躲避 而且还打着少林寺的旗号和自己作对 王城对少林可谓恨之入骨 除之而后快 他想出了一个毒计 命令得力助手齐天远 化名为金光死僧人了空进入少林寺 并许诺成功之后由他接任少林住持之位 让大名鼎鼎的少林为自己所用 进而号令天下 这个了空 本是一名被武当山逐出师门的道士 他凭着从武当山学来的武当权术 无恶不作破坏武当师门 在王城的授意下 他火同锦衣卫打手 连夜前往少林寺 少林罗汉堂弟子惠能得知王城的阴谋后 昼夜兼程 想要赶回少林寺报信 途中他经过了一片草原 正逢锦衣卫抢抢目名的马匹 一只头马受精 马群随之狂奔 现场有点控制不住了 草原上有一个人家姓林 家里有四个女儿 这四个少女各个名艳动人 而且都是一身的毫无疑 大女儿林英最为出色 为了躲避警衣卫的骚扰 他们在草原上一般都是女扮男装 在林英的率领下 几人侧马扬偏 奋力追赶着那只受精跑掉的头马 惠能见他们有点力不从心 及时出手相助 和林英密切配合成功套住了头马 思慕相对之下 林英对这个鹦鹉面容俊朗的惠能产生好感 他劝说他留下 并说他武功那么好 自己的父亲肯定会很喜欢他 但是惠能重任在身 蜿蜒相聚 林英只能送上自己的宝剑 惠能以为对方是男子 回赠了一串佛珠 然后匆忙赶路 不久后 王成带着大队警衣卫杀到少林寺 理由是现在天下大乱 刁民暴动四起 江湖传言这些人的武功都是少林寺传授 他还假借圣旨之名 要求方丈退出住持之位 即可免以惩罚 接替住持之位的人权 就是自己策划好的僧人了空 方丈竭力力争 众僧人当场反对 但是王成根本不予理会 还嘲笑方丈年事已高 武功不如了空 早该让闲才是 他想用这种方式刺激两人进行比试 方丈本无意比武 但是了空甩起了一个捕团 就朝他身上扔去 见对方欺人 方丈即可迎战 了空嚣张至极发出狂言 说自己如果败了 就永远不再进入少林寺 但是如果方丈输了 就立即请出少林寺 了空一上来就是招招狠辣 招招致命 方丈心慈 表示以武会友为何如此相拼 了空依然不依不饶 方丈只能使出自己的真本事 一番较量下来 两人真是棋逢对手 难解难分 眼看方丈就要取胜之时 了空在打斗中突然使出了武当拳 方丈顾念和武当掌门云丸真人的情意 一时间心软了 了空趁机使出阴招 用炉中的香灰迷了方丈的眼睛 然后将年迈的方丈击伤在地 双方随即展开了一番困战 关键时刻 慧能赶到了 而此时也有僧人来报信 有不少假扮成香客的锦衣卫 正在大开杀戒 很多师兄师弟已经惨招毒手 少林寺的纵僧保护者方丈且战且退 锦衣为四面围堵 还用上了弓箭攻击 不少少林弟子都不信中箭 一时间寺内寺外成为了血腥的屠杀之地 罗汉堂仅剩的几名弟子 护送方丈躲到了藏金阁内 方丈勉强打起精神告诉弟子们 要他们设法吸毒汗水 将木棉夹杀送到法华寺 交元秀师书收藏 以让了空的阴谋无法得逞 这木棉夹杀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曾是达摩祖师曾深逼的圣物 象征少林圣法 没有木棉夹杀 了空就算想当住持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只要木棉夹杀在 少林就有复兴之日 在方丈的严令之下 惠能带着一名师弟惠死 跟方丈道别礼礼出发 出门后遇到幸存的几名小师弟 便带上他们一起上路 避免他们遭到请一位的毒手 他们冲破层层阻阁杀出了重围 到了晚上 幸存的僧人们被包围了起来 王成杀鸡尽猴 将坚决不肯就范的僧人杀掉 并指挥手下 大声喊话给躲在暗处的方丈 一天不想 我日杀两僧 听到这里 方丈不顾自己的伤势现身 王成逼问他 住持历代相传的幸福 木棉夹杀的下落 方丈不肯土土换取 同时愿意以自己一人的幸福 换取剩下僧人的幸福 他从容念着佛法 走进了熊熊烈火之中 众僧哀嚎阻止 一个僧人冲进火海 浮出方丈 两人都成了火人 方丈坐着圆祭了 另一边 惠能一行人发现有人尾随跟踪 他们便兵分两路 惠能将木棉夹杀交给师弟们 自己留下来断后 面对了空率领的大队追兵 惠能双拳难敌四手受了伤 被逼跳下了悬崖 他带着重伤 走到了草原边上昏倒了 幸亏林英父亲林苍博经过 救下了他 醒来之后 林苍博便问你是少林弟子 因为他的光头 还有身上少林的东西 惠能见瞒不住 便将事情的前后 经过告诉了林苍博 并请求他为自己保密 此时惠能也得知 自己并肩作战的 林英是一个女子 而林英此时 还是不知道惠能是僧人身份 对他一往情深 长独自在帐篷中 拿着他送给自己的福祝发呆 三个妹妹看见他这副模样 紧张开玩笑 说看大姐的相思甚苦 妹妹们帮忙去打听惠能的情况 得知惠能并没有成家后 林英也放下心来 主动为他缝补好衣服送过去 并对他吐露中长 惠能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 但是不能对林英明说 与此同时 另一队带着袈裟的少林弟子 投诉在了一户人家 在途中遇到了请一位 在大肆搜捕 带头师兄惠慈 为了保护袈裟和师弟们 主动出去引开请一位 惨遭射杀 余下的师兄弟们痛哭不已 用手挖坑 让他入土为安 没有多久 了空带着手下 伪装成过路的僧人来到草原 不知道他们来意不善的林苍博 还热情招待了他们 惠能悄悄看见了这一幕 便喊了林苍博 告诉他事情 让他多加小心 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他准备自己独自离开 去找师兄弟们 了空很快发现 林英手中有一串佛珠 这串佛珠上面刻了惠能字眼 双方立即交起手来 惠能听到消息 马上来加入战斗 他对了空说 想要木棉袈裟就跟我来 不要伤害无辜 说完他骑马就跑 了空赶紧追随身后 林苍博将一封信交给女儿们 让他们突围之后 送给忠臣胡广总督刘大人 向皇上奏命事情 此时营地里已经火光刺激 一片大乱 了空正在全力以赴的追赶惠能 他将套马杆当作的武器 惠能在马上不停的腾挪躲闪 非常危险 一番激斗下来 惠能不慎落马 了空得意 拿着套马杆快速的挥舞 想要置他于死地 危机时刻 林苍博和林英骑马赶来 惠能上了林英的马 林苍博想要拖住了空 但是却被他杀了 看见这情景 本来就已经受了内伤的 林英大叫一声 昏死过去 惠能只能抱着他 急马逃走 一路狂奔过后 他们来到了武当山 几名道士把他们带到了道观中 让林英治疗休养 了空也追到了这里 他对武当是轻车熟路 很快就带着人马杀到 掌门云丸真人怒斥 他是无耻之徒 但是他脸皮比较厚 不以为意 还要让云丸真人 交出林英和惠能 云丸真人想要设法拖延时间 反身从惠能口中了解到了一切 紫霄殿外 了空不愿继续等待 和武当弟子展开了一场厮杀 了空和云丸真人也过上了几招 双方势均力敌两败俱伤 了空带着伤信信离去 返回的路上 他正巧碰上了三名 带着袈裟的少林弟子 那三名少林弟子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木棉袈裟自然也被了空夺走了 因为伤势过重 他不得不在路边找了一个地方疗伤 同时 发兵前来剿灭武当 这段时间云丸真人为了正义 为了让惠能打败了空重振少林 主动打破了门派之剑 将武当派的心法要绝授予惠能 武当拳法讲究已尽之动 意犹新发 惠能连日加紧训练 功夫长进不少 林音的伤势也得到好转 也在加紧练习武功 一次林音去给惠能送吃的 看见他光头的模样 笑着问他为什么这样 惠能只能黯然回答说自己本来就是和尚 林音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 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惠能回答说出家人不打孔语 他从小就在少林出家为僧 林音惊讶又难过 问他为何欺骗自己 但惠能的解释让他更加伤心 泪流满面 惠能只能劝他以大局为重 说现在朝廷腐败很多人受苦 让他把儿女情长放在一边 为百姓多做点事情 林音依然放不下深情 他喊了一声丁大哥 想要上前拥抱他 但是惠能后退一步 低头单手之力 缓缓说道 平僧惠能 林音再难迈出半步 只与满目青泪和枪上红鹰在风中飘连 另外一遍 辽空伤势也见好 他收到了王城的密信 要他火速赶回少林寺接任住持 他只能暂时把惠能放在一边 马上起程出发去少林 惠能等人听到这个消息 也带着林音等人向着少林寺出发 回到少林寺后 辽空从王城那得知 接到林仓伯来信的刘大人 在皇帝面前参了王城一本 为了取信于皇上 当务之急是让辽空立即接人住持 并且押住众僧人 王城带着部分人马迅速返金 辽空来到狱中 还想用言语说服众僧人拥戴自己 并巡逻只要他们拥戴他当住持 就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众僧假意说好 那你放我们出去 当辽空走进牢笼的时候 一个僧人就马上和他打了起来 其余僧人也加入了 辽空反击了几下之后 无意和这些意志坚定的少林僧人继续打斗 他走出牢房 想其他计谋 辽空又想了一个计谋 让手下所有的锦衣卫剃发 装作僧人 意图蒙混过关 少林寺山下 林家四姐妹得以团聚 其他三个妹妹得知父亲惨死 悲痛万分 发誓要找辽空报仇血恨 此时山上的钟声敲响 住持的行礼仪式就要进行了 时间不等人 会能赶紧前去阻止 其他人被安排去狱中 解放众僧人 这边大雄高垫上 眼看着木棉袈裟就要披在辽空的身上 惠能赶到现场 义正言辞的出言赫止 锦衣卫把他团团围住 林英等人救出众僧人后 及时赶到 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斗 现场一片混乱 几个小师弟在现场找到了木棉袈裟 开心的大喊 辽空见趁乱准备躲开 惠能持刀紧随其后 在一个拐角处 辽空给惠能来了一个突袭 惠能受伤 但是他反应迅速双脚蹬地用力 狠狠地反击过去 辽空也受伤吐血 惠能的武功和之前相比已经大大长进 他尽全力和对方一拼 但是最后还是中了辽空好几棍子 而辽空也被惠能刺中一剑 双方都是伤痕累累 林英一路斩杀 看见辽空招招发狠 其中一个手下已经身受重伤 但是辽空还是拿他当挡箭牌 手下此前紧紧地抓住辽空说道 我对你一片忠心 你就对我下毒手 辽空对着他各种乱拳下去 对方是不放手 打得辽空也体力透支 手下才松开了手 这个时候 林英和惠能两人双双来了个土空袭击 辽空吐血而亡 惠能终于为师父报了仇 为百姓除了汗 接任少林方正的典礼上 众人的见证之下 惠能即将要披上木棉袈裟时 他回了下头 看了一眼站在门外的林英 本来想说点什么的 却发现什么也不能说 最后他还是狠心转身 披上了木棉袈裟 拜扶佛前在场观礼的所有人 都随着惠能跪下 唯有林英站着 一双泪目盯着惠能 这一刻只觉得心灰意冷 站了一会儿 他黯然转身走了 这部1984年上映 由大陆和香港合拍的 经典动作片《木棉袈裟》 香港著名导演徐晓宁的作品 这是一部堪称 后少林时代的武侠扛顶之作 也是许多人珍贵的童年回忆 这部影片的情节 并没有多么曲折离奇 但是一种老式武侠片的情怀 让人欲罢不能 电影中的一些场面效果 和动作设计 虽然没有加入任何特技元素 但其质感和张力 却丝毫不逊于 现在任何一部大制作的影片 而影片中爱而不得的感情 也带有那个年代独有的痕迹 在那个年代 儿女思琴是次要的 家国大义 才是好汉们要担负的